活得最累,却最争气的三个星座,自强自立,永不服输,万事不求人,天蝎座,有的人说白羊座的人执着,倔强,有的时候,简直就是一块硬骨头,其实白羊座的人只不过是太有骨气,太有志气了,他们不会轻易的向一些人士低头,自己认准的事情就会坚持到底。 白羊座人的行事风格很自由自在,自己想干嘛就干嘛,不想做什么那就在威逼里有隐事无补,对白羊座人来说,与其违背自己的初衷和本心,倒不如直接不去做,因为他们一向不喜欢依靠别人,王老怎么骄傲怎么活。 重点是,白羊座的每一份骄傲,都有着与之相匹配的实力,他们并不是须有其表的空有了异山傲气,而是真的具有高傲的资本。 他们习惯了一个人走,即使会很辛苦,却从未想过放弃自己的自尊,他们从来都不会巴结他人,纵称他人。 他们向来都非常独立自主,活得特别有骨气,虽然这样子会让自己活得很累,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人生是自己的,如果自己不努力,谁也帮不了他们。 处女做,处女做人追求完美,这样的天性使得他们自律性极强,无需旁人督促,提醒,总能积极,自主的去做一些事,而那些事都是处女做人通往成功路上必不可少的铺垫,追求高效,追求高质量,逼迫自己每一件事,都要做到百分百完美。 这样一来,处女做人每天的生活自然,是在对自我的各种高标准,也要求中度过。 不过在处女做人看来,要想获得上司的认可,关键还得开自己的实力,凭着自己的真本事,而不是单纯靠拍马屁,耍耍嘴皮子。 处女做人最受不了,虚情假意的奉承和讨好,自己同样也不会主动去霸解讨好别人,就算自己很喜欢一个人,也照样会选择来去随缘,绝不刻意去迎合对方。 更别说对其低声下气了,所以不管是在爱情中,还是在职场上,处女做的人都是力求自立自强的。 活得虽然累了一点,辛苦一些,但是真的,很自在,也喜欢这样有骨气的自己,只要自己的底线准则还在,骨气就在,不为五斗你遮腰。 天蝎座,天蝎座的人天生恶骨,他们不屑于低声下气求人,宁愿自己潦倒一点,也不愿降低自己的选择。 生活中,天蝎座会默默地努力做到最好,不求人帮忙,他们非常看不起对领导无产媒的人,在他们看来,额语奉承的人太肤浅,极度鄙视,所以天蝎座的人大得孤傲,给人的感觉很冷。 对天蝎座的人来说,为有清高不可侵犯,天蝎座高的代价就是很多路需要一个人走,或许他们活得很累很辛苦,但也从未想过放弃自己的骄傲,或者丢弃自己的强烈自尊。 天蝎座需要别人更多的认同,也对自身能力有着足够的自信,即便是只靠自己不靠别人,他们依然能够怎么骄傲怎么活,甚至是越活越让人刮目相看。 他们有着很强的自主意识,只要决定,那的事就一定会去做,永不服输,而且天蝎也比较执着,对一件事也总是要坚持到最后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